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为止光是民调各方面都看不准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所以接下来这三十几天到投票为止 整个粉丝都已经甚至支持者各阵营支持者有一种焦虑 那这种焦虑如果身为选务机关的中选会 你都没有办法把持中立的话 一点点小的事情它都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变成狂风巨浪 千万不要小看 最近还有人开始在网络上不是就是说 那个投票我们避免这个选务机关会作弊 所以记得这个选票投下去之前要签名写函这个字 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投票那么多年有这种说法 都是把人当什么了 然后为什么有这样的讯息出来 就是人会焦虑 那为什么会焦虑 追本溯源就是你选务机关不中立嘛 不要小看这一次中选会抽签的双标 我必须讲 接下来这三十几天 我真的希望尤其是投票那天投开票 选务机关的一个小动作 会造成整个台湾社会很大的动荡 要非常小心 韩国瑜韩口号遭到了制止 但是我们回顾过去2012年 当时的抽签这个现场 我们带您还原 韩口号是不是常见的事呢 好事成功 连任成功 台湾加油 赞 赞 赞 好事成功 连任成功 台湾加油 赞 赞 赞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当时您看到出面制止的 其实是中选会的副主委叫做陈朝健 这也让大家再度唤醒了 在过去中选会的一些 这个让大家感觉有点担心的记忆吗 我们来欢迎王峰社长 是 我想这个刚刚从这个影片当中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2012年的时候 是谁当中选会主委啊 张伯雅女士嘛 那换句话说 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有没有求援兼裁判 甚至于混合编组呢 今天民进党 2019年执政了三年半的结果 求援兼裁判 而且混合编组啊 李静勇 还有这个陈副主委 他们两个都是民进党的家庭党啊 那这样的一个求援兼裁判的一个混合编组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伤脑筋的 全世界有哪一个民主国家 像中华民国这样子 就是说中选会的负责人 是由执政党的人 自己下来来处理这个事情 自己来主持选务 这个全世界可以说是找不到 只有台湾在蔡英文女士 她不断强调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 它的核心价值非常可贵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 韩国瑜跟这个他的副手 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抽到二号 那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支持者 讲一些吉祥话 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看2012年 人家是讲到好讲到满 萧美琴是不是讲到好讲到满 那为什么韩国瑜他的支持者 就讲到一半就被咔 说什么要行政中立 那我请教一下 那轮到蔡英文女士这一组抽签的时候 为什么又突然不行政中立呢 那所以这个事情一夜之秋 我觉得今年是非常伤脑筋的 刚慎梅说今年是非常混乱 我认为除了混乱之外 是一个非常严峻 非常肮脏 非常龌龊的一场选举 从蔡英文女士 去年年底九合一败选之后 她就慌了手脚 她就失去了 她过去身为一个知识分子 该有的一个理智跟理性 她完全丧失了 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令人忧心说今年的选举 如果是在 求援兼裁判混合编组的情况之下 难保不会发生 过去所谓党外时期 会声会影的说 国民党在投开票的时候 停电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不是停电而已 停电只是说一个投开票所 那边有问题 今天如果李静勇先生 他主持的中选会 是一个有问题的话 他如果用一些不公平 肮脏龌龊的手段 去操作的话 大家想想看 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这是一个电脑的时代 他随便改一个城市 怎么样 是不是都会乱掉 所以我们应该严正的呼吁 呼吁执政当局 要拿出你们真正的 行政中立的精神 同时在野的各个党派 也要加强的监票 否则的话 今年的选举实在是非常可虑 选举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 那么当然如果养网军来影响选 就不公正了 杨慧如现在是北检认证 有养网军 但是到底谁养杨慧如呢 而他呢 这个借由乔世勤 拿到这么多的标案之后 是不是连发票的核销都有问题 你的补助款也应该是要汇给网军 结果呢 来核销来请款的人都是杨慧如 会计师没有办法在这个应该的时间来提出相关的凭据 代表这里面有问题 体育局竟然还配合 然后他们延期来核销 体育局竟然也就让他们说 好那不然你往后延 那他后来才补了这样子一个资料 可是你会发现他每几天之内 他就验收完毕了 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是说体育局 他有一个这么好的效率 竟然这么快的时间 这么大一笔钱 他是有持交的状况 你还给他这么快的去通过 AGP是花了三百万美金 去把这个赛事的主办权 给授权点买下来的吗 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环节 让这个师傅方面 他有这么多的一些 让他神速的 看起来好像就特别的去 帮他去铺承的安排 他是不是真的有按照 法律的一个规定 从2018年的 补助款的这个捷报上 可以看出一些猫腻 来看到 其实当时4月9号 意识公司发文给台北市体育局 那么到了4月16号的时候 验收完毕 但这个时候就要求延期给报告 但是4月17号 体育局竟然就已经拨款了 这时候会计师的认证竟然是还没有下来的耶 而6月14号的时候 验收报告才送到了台北市政府呢 嘉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杨慧如本领通天 这个有关系就没关系 从台北市柯文哲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 到蔡英文主政下的中央政府 体育局体育署层层都能放行 这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在里面 而杨慧如作为一个不是承包商的下游单位 配合单位 为什么可以拿单据去报仗 而政府还能够核销 拨款 验收 这到底是谁在搞鬼 中间到底有哪些不可告人之事 柯文哲不要天天在那边装没事 不要在那边以为你跟杨慧如过去合作的那一段 大家都忘记了 你跟杨慧如后来会拆伙 到底是因为理念不合还是分赃不均 现在大家想知道啊 因为你的体育局确实是拨款了嘛 体育局体育署整个现在的款项 大家不晓得到底是八千万九千万 还是一亿甚至更高 因为各个县市政府看起来 都有人多多少少给过杨慧如的钱啊 那杨慧如是不是提供了他高超的网军技巧 再来让大家在撕裂社会分裂国家的这一块上面 让民进党有这么高度的肯定 所以大家会去帮他为事 会去帮他弄钱 这些东西只要有明目可以消掉就好啊 民进党干这些事情从来不陌生 也都非常的熟人 包括你讲远一点的 邱义人干过八纽案啊 吴乃人干过达政案啊 这些大钱之外 邱义人当年小到连篮鞋 篮球 单向的体育协会都把手伸进去了 那现在又是单向的体育协会 罔协啊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有概念去搞这些钱呢 大家有没有去想清楚 后面有哪些人 检察官 调查局 你们之前不是已经搜证过吗 我现在独家爆料一个人民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他叫黄承国 大家听好 黄承国 就是博士三国啊 天特王的黄承国 是不是以前当过民进党台北市的主委 黄承国 调查局跟检察官手上都知道 现在所有台湾的单向体育协会 是谁在玩 那为什么这么大的案子会被爆出来 后面有多少分赃不均 之前大家也讲过嘛 是不是 苏跟新潮流吃过杨慧如的亏 所以现在有一些反扑 我不管这是不是你们的内斗爆出来的东西 总之现在上了台面 而我们也都看到了台北市的阵风单位没有动作 中央的廉政署没有动作 为什么 因为特征组不见啦 特征组已经被蔡英文列为整肃的要件了嘛 因为他起诉过陈水扁跟下面太多民进党的官员了嘛 那特征组不见了 现在人家敢把这些资料 廉政署也好 陈锋也好 真正有司法情操的办案人员 敢把资料网上送吗 送到检察官那边又被避重就轻 还尚且还好啊 一辈子点没做记号 以后有的你瘦了 现在的台湾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状况 杨慧如的手能够伸到网协 不能伸到其他单向体育协会吗 不要再说你不知道 国家的钱为什么没有拿来照顾体育选手了 因为他拿去照顾网军了嘛 蔡英文要成立第四军 他的总司令叫做唐凤 蔡英文是整个结构最大的获益者 蔡英文当然乐见这些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啊 刚才社长也讲到了 他们都是自己人啦 自己人在搞这些党政无敌 只要你是民进党的 你的手爱怎么伸就怎么伸 反正钱一定会拨下来嘛 反正一定能够验收嘛 柯文哲又怎么样 天天在那边装可爱 但是手就是照样的去帮他的网军 去帮杨慧如跟民进党搞这些五四三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共犯结构 利益结构胡植欲出 案子能不能办下去 大家眼睛要睁大哦 他们现在只是在整肃在野党 要用所有带风向的状况 另外的网军再配合新的 去放消息的管道 晚上政论节目再来洗你一次 隔天绿媒再登一次报纸 然后那些绿的名嘴在他们的广播节目 照样再来攻击政敌 可是他们永远不敢去检验现在的当权者 蔡英文是一个多么邪恶暗黑的政权 大家眼睛要放亮 不要再投错票 当中还有一个令人觉得非常夸张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其实杨慧如有一些单据啊 明明就是影印的发票耶 从来没听说过影印的发票 竟然可以拿来核销报仗的呢 还要来看到 其实杨慧如他的意识公司 很多拿到的政府补助 都是开限制性的标案 为什么呢 因为杨慧如说意识公司 拿到了WTA的授权 而别的公司没有授权嘛 当然只能够给他开限制性的标案咯 但是意识公司真的有授权吗 他提供给政府机关的文件当中 可以看到呢 这个WTA和APG不断的书信往来 证明APG公司有拿到授权 但是并没有看到意识公司 也就是杨慧如公司的名字啊 搞了半天 原来这个WTA啊 是签约授权给APG来主办 而意识公司呢 是去跟APG拿到了台湾的这个主导权 也就是说意识公司 其实只是个三房东而已呢 黄医师 其实我查过了 杨慧如这个意识公司 他没有盈利事业登记 他当然也没有跟WTA有任何签约的这个 这个契约了 所以他是透过APG APG其实是大陆公司 他透过这个公司跟他这个另外一个合约 所以他取得其实是三房东没有错 那问题在这边呢 因为政府的补助里面特别有提到 他是要跟县市直辖市这个体育的团体 或是协会才能够取得这种授权的主办 可是他没有啊 所以后来他跟这个 保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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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汉这个所谓运动平台 他跟他合作以后 也是部落条件 他一定是运动团体嘛 他没有后来他就找网协 所以网协这个又给他这个网开一面 其实网协在这一场的这个申请补助里面 他没有得到好处 所以才会被我们这个网协的前任秘书长来给他提告 也就是说2017跟2018这一部分的金额 网协没有拿到任何好处 所以这个一定有 其中有猫腻嘛 也就是说他的上面体育署一定有指示 他不能够申请这部分费用 所以全部的金额是由这个杨慧如来申请 所以我们感觉上这个其实就是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骗局 这个骗局我感觉上是跟我们高雄市的那个大厂 大港开账是很类似的 当时大港开账也是 一开始的时候申请是所谓的这个采购法 用采购法来申请 采购法在有规定的 你的总额不能超过总金额的一半 那你要申请这个补助 你补助也不能够这样子 他必须要付他的所谓的有提议 协会或提议团体的才能够申报 而且是直辖式 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不至只有这个杨慧如在骗 整个国家的这个机器 都用来骗取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国库 所以你看到这个 你看他申请这个钱 后来会闹得是往前都不知道 钱的这个来龙去脉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有很多地方可以知道 我们觉得说 加从会计然后阵风单位 加上能够查到金流的话 可能会有点限索出来 当然不只是只有台北市政府 那个体育署也是 中央也是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 连国际单位 我刚才看了一下 国际单位也被他 这个所谓有关注的部分 像这个管妈 他就是跟中友嘛 180万 我看一下加一加起来 也就是六七百万 其实这个东西不只这样子 包括台北市的观传局也有490万 我们观光局 也有大概550万 加起来也是一千多万 不是只有体育局 所以这部分的情况 是不是用这个模式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 这个整个没有用合法的方法 来申请这部分的经费 这个当然是觉得 国陵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感觉上 假使我们的政府都用这个方法 来申请经费的话 那国陵怎么能心服呢 不过蔡英文总统说 卡申事件已经过度了 你跟苏院长参公室的主任张嘉宁是不是也很熟悉 因为现在这个卡申亚贵如的事件 他们被说是归秘的 你能讲一下 是好归秘的 我觉得卡申的这个事件 已经过度了 那也不要再无限上纲了 那苏嘉全院长办公室的主任 我是贞德的 但是他在立法院工作 他有他立法院工作的责任 跟他的职责所在 总统应该是三军统帅 可是呢 他加了一军叫做网军 你人擅长打选战 尤其是网军 特别透过抹黑 或者带风向的方式 我们想请教一下文山博 你看总统说 卡申事件已经过度了 你们大家都不要再无限上纲了 不过孙大千在脸书上质疑了 第一个民党身为执政党 难道不应该帮政府优秀的外交官讨公道吗 而杨慧如案爆发之后 民党的政治人物 有谁为苏启臣惯惜过呢 第二蔡立总统为什么不敢公开站出来保证说 民进党从来都没有请杨慧如的网军部队帮忙过呢 有这个败车 败败火车 你还说到败也没办法 你说到手上说到败车就不会插味了 攻击能力有减弱吗 攻击韩国瑜的网军有减吗 杨慧如你以为只有一个吗 还有一大堆是不是 还在暗黑的世界里面 从韩国瑜现在还一直在被攻击的 这个迹象来看 我觉得杨慧如只是冰山的一角 杨慧如这已经在机会版了 已经给你定调 他已经定调了 这个走私相约 充满是一样的道理嘛 如法炮制嘛 现在重点的是你这八成要证实不证实嘛 刚才我刚才一张就说过了 民进党你这些人 你就已经骗到 你骗国民党算败败 骗你国民 骗你民进党就真的有得超过 但是专门超过 算刚才好而已 他对你这八成 他已经本来没有在中心 不然就我对专门很无奈了 专门这个民进党 坦白说起来 转转被新凋零所绑架 杨慧如这件事情 跟新潮流有没有扯上关系 难拖其就啦 还不是这样而已 包括整个歇息的过去 这个事件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很多事情 这个如果是南军 如果是韩国以执政的高雄市政府 对不起 检调单位马上保全证据 做了吗 检调单位有做吗 幻影镜将士都会嚼肥肥 结果腿腿 所有的检调单位 现在完全没有在 完全都没有动作 这些透露出来的讯息不多吗 还以前还有一种叫做什么 简报征判的 现在很多政绩都呈现在你的眼前 台北市政府会没有事 我就不相信了 16号阳7号阳17号阳 都在那里等你 都全部在那里等你 还有影印的 8票还可以合乡 这真的有够超过 不理由 所以我们的8世 大家都有一个愿望 什么人对我们好 我们都有主书的喜欢 什么人对我们好 我们要精神 我们算的不是要算 不是要算贯南的 我们不是要算法庭 我们就算总统 总统是8世的路纪 总统最大的人是什么 8世关总统 这就像那样 红兵 我最好看红兵 红兵 同样的意思 所以8世你这一票 总统也一票而已 你要精神 你要专业一个对你比较优利的人 杨慧如这个事件 我觉得不是单一而已 还有很多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政党没有轮替 你觉得有真相吗 司法会去侦办吗 谁还你百姓一个公道 8世的要求管理 都在那里等 还是刚刚讲的那句话 你一直在这样子 在孤喜仰坚 政客是八世人民生出来 生地压走 生亡不好 古早人在说这话 特别不正当 我也希望所有兄弟 这位你真心 用那些秋冬生成的 这票 支持上 支持家庭 支持上 支持真相 支持上 支持公理和生意 不用管台语 插插什么人 反正你把它挞下去 等你对你本身揚你的桌子 不然跟我说 对人去背望 不过北俭认证 杨慧如 杨网军 好在的是 其实记者 访问了很多的年轻学子 其实大部分的人 是不认同他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也认为政府 应该适度的管理网路 不要再发生键盘杀人事件了 不过我们想请教一下盛梅 其实你看 杨慧如 杨网军 等于是 找了一些人 在键盘的后面 当打手 就可以轻松地赚钱 这样的风气 岂不是像鼓励大家 当诈骗集团的车手一样吗 没有错 就跟诈骗集团的车手一样 而且攸关人民 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 因为它跟你跟我有关性 你上网 你只要发表了一些 跟别人的意见 不同的一些言论 很奇怪 就是会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人来攻击你 这跟你的权益 有没有关系 有 但是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 我观察到的事情 杨慧如 只有在外交官之死 这件事情上 杨网军吗 不是哦 我高度怀疑 他本身就是 黑韩产业链里面 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 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每天不断去看杨慧如 他po在脸书上 所有的文章 第一 他称呼韩国瑜是什么 韩岛 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黑韩的人 才会称呼韩国瑜叫韩岛 因为韩岛这两个字 有羞辱他的意思 当中呢 在11月左右 他po了一个文章是说 很高兴敲锣打鼓 因为韩岛终于去登记参选总统 所以我可以安心脱粉了 大家听得懂这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 从韩国瑜起心动念 可能要参选总统开始 他就是一个反串的韩粉 在他脸书上有 这有证据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他不断地告诉大家说 要支持韩岛选总统 他自己甚至成为韩粉之一 这干嘛 这就反串嘛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更是害人 为什么呢 各位 各位记得12强在东京举行吗 12强棒球赛 杨慧如在他的脸书 po了一个照片 上面有一篇文章说 他正在为12强 我们中华队加油 他说旁边来了一个人 引起骚动 然后他写谁你知道吗 李嘉芬 那这个新闻 它有什么关联呢 各位记不记得 李嘉芬大夫出征的那段时间 他到东京的这个球场 去帮我们12强中华队加油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有 绿媒有一个新闻说 李嘉芬到了现场之后 被球迷呛 被球迷骂 然后李嘉芬觉得莫名其妙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啊 谁带这个风向 杨慧如自己说 李嘉芬就坐在他旁边 好可怕 你一直以来 你不止已经害死一个外交官了 一直以来 你根本就是韩本所谓的 韩黑产业链里面的灵魂人物 所以为什么 绿营所有人一定要切割嘛 再装下去还得了 是不是 中边境五块钱 会奉利发电 你要卖给我们多少钱 你先告诉我 我们这次鱼的价值 在那儿阿姨的价值 那个都是成本 你刚才知道那天资 真真是一度两块钱 就已经参加了一堂声音了 你如果要买五块钱 什么拿来打 没关系